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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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了 谁让你来的 好甜啊 突然开始吃狗粮 这是他弟弟 我们在乱咳随皮 救命 把我看那单都剪掉 好吧 周深你们刚才说什么 好甜啊 啊 肯定是了 谁让你来的 突然开始吃狗粮 令人心动的offer第五期 爆笑不断 一名神秘男子 突然造访实习生刘畅 观察团全员 都以为是刘畅的男朋友 其实不然 而是刘畅的弟弟 得知自己乱科CP后 偶像周深直呼 把之前的镜头全部剪掉 我弟弟来了 什么东西 哦 珍惜 救命把我看那段都剪掉 好吧 周深你们刚才说什么 好甜啊 肯定是的 谁让你来 因为周深一直都认为 二人是情侣关系 无形当中 就给观众撒了一大把狗粮 结果万万没想到 上演了大型射死现场 不少观众还针对这段节目 进行了二次创作 姐弟俩来到医院大厅后 还特意跟父母进行了视频连线 铜框出现后 确实长得特别像 都是典型的小眼睛 后来还隔空截图了一张团圆照 再看另一边的汪伟航 中秋节都不闲着 一边给父母打电话 一边练习打结出彩的表现 让场外的周深感触颇深 有趣的是 汪伟航无论跟谁对话 三句话都离不开缺叫的话题 觉得自己什么都好 就是没有叫睡 生怕家人不知道自己每天睡不够 不得不说 缺叫真的会使人碎碎念 看完他们的真人秀片段后 加油团成员不仅觉得温馨 还特别有治愈感 最可爱的就是张主任 还特意给神外三子 安排了相亲活动 张成化还Gate陶勇 在工作当中会不会关注医学生的情感状态 都会很喜欢把自己的孩子嫁给大夫 嫁给医生 所以很多人其实老会打听 是最厉害的 护士长老强我们的 我们科去年就有一个单身男生 刚来科里还没有到一个星期 就被方式科的护士长给 陶勇直言不讳 发现很多人都喜欢把孩子嫁给大夫 从陶勇口中可以得知 其中护士长是最厉害的 此话一出 毛不易瞬间就变成了吃瓜群众 因为在陶勇的科室 护士长老抢他们的人 去年就有一个单身的男生 刚来科里不到一个星期 就被护士长介绍给了别人 听完陶勇的讲述后 节目组还特意给偶像周深 切了一个特写镜头 一副惊讶的模样可爱至极 对此陶勇还植入了一段广告 号称北京朝阳医院 有三位单身气质好的女医生 突如其来的一段征婚 打了全员一个措手不及 再看看周深当场笑喷 没想到陶勇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其实在神外三子的亲情过程当中 聊到了一个很有深度的话题 那就是读书的时候 家长不让早恋 但是毕业后 父母就会希望孩子赶快找到对象 恨不得立马就能结婚 大家对相亲 会相当时候不太喜欢这两个字吧 被逼着结婚的一个方式 但其实很多时候相亲 其实也是一个好的方式 我觉得 试试看也挺好的 我觉得是这个安排相亲的人 是谁很重要 我像周深在录音棚也说了很多当下社会的状况 发现很多年轻人都不太喜欢相亲的这两个字 因为大家都觉得相亲是一种被逼着结婚的方式 但周深并没有否认相亲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很快 大家都很难认识到新的朋友 个人特别赞同周深的观点 简单来说就是因人而异 真的想找另一半的话 只要坦诚相待 肯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所以相亲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当然了 如果你从刚开始就觉得相亲很不靠谱的话 那么对方无论有多优秀 你都察觉不到 不得不说偶像周深真的太给力了 三言两语就能把很多年轻人的心声说了出来 尤其是这句不要逼着别人去相亲 因为这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强迫性的相亲才会物极必反 值得一提的是 向来都很低调的毛不易 也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觉得安排相亲的这个很重要 如果是自己身边的朋友 可能还会主动求介绍 但是如果是父母的话 性质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父母的态度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强势 而且谈恋爱这种事情不适合跟父母分享 说到底 无论结果如何 相互尊重才是最重要的 而周深跟毛不易在这期节目当中 输出了很多正能量的观点 每句话都让屏幕前的观众受益肥浅 不愧是偶像周深 每期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难发现 无论谈及什么样的话题 周深都可以站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从不夹杂着个人的情绪聚聚在里 而且还特别有深度 第一遍听可能感觉不到什么 但越品越有味道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通透二字再合适不过了 事实证明周深才是活得最明白的 一个歌手 不仅业务能力扛打 智商情商也特别高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真正原因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这期节目前半段的相亲 其实就是一个铺垫 用周深的话说就是暴风雨前的瓶颈 接下来实行生们就要面临的是大考了 总而言之 这档令人心动的offer入坑不亏 每期都有不同的看点 3 1 2